民眾雙手酒精消毒 兩體溫入場 713微解封第一天 北市科教館開放3到6樓展區 入口處做人流管制 如果超過100人就暫停售票 不過上午開罐 人潮是連容流人數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進去裡面 很難 難免會跟人家擦身而過 所以說還是要盡量避免 民眾來的數量 估計大概300位左右 大概是以前 大概差不多以前的 應該是說不到一成的人數吧 儘管寄出票價對半看50元優惠票 但人數跟之前相比 只有一成不到 而史上最常封管的故宮 今天也重新開放 今明兩天預約票都已經而滿 有好久都沒有來故宮了 然後很想說趁這個機會 剛剛開放 剛剛開放的話人也比較少 預約系統的部分很方便 而且它是不用事先付費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部分還滿方便 一早工作人員戴上手套 口罩面罩做好防護 迎接微解封 每天分上下午兩個場次 每場名額100人 防疫標準嚴格 休息區採棉花座 也不開放語音導覽機和公共飲水區 故宮因為防疫呢 飲水機是暫停使用 不過就怕民眾大熱天 逛展覽會口渴 因此呢有了新規定 民眾呢是可以帶水入場 在成列區以外的地方 都可以脫下口罩喝水 而三級警戒有條件松綁的場館 還包括北美館 一樣採預約參觀制 每時段以兩小時為單位 而北流中心僅開放表演團體 及工作人員閉門排練 採線上直播 觀眾不能入場 中正紀念堂全天四個時段 開放民眾預約參觀 人數上限不超過100人 各道場館有條件減封 開心之餘防疫得做好 也考驗國人的自治能力 本來選劇中王明賢 台北採訪報導